日前南投旅游工会及台湾入境旅游协会代表 在县政府观光处协助下齐聚日月坛 参加这场名为如何创造入境旅客友善环境的座谈会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借由经验的交流 提振南投的观光产业发展 会中有来自全台各地旅游相关龙头业者 分析各国游客的不同特性 参加的业者都表示受益良多 这次由我们南投旅游工会跟我们台湾入境旅游协会 来举办南投的业者跟我们主要入境旅游旅行社的 一些龙头旅行社来做一个媒合会 那这个媒合会主要是有两天的业者的彩线团 在我们南投县境内几个主要的景点做一个彩线 然后再来到我们日月坛的韩碧楼 这边做一个业者的媒合会 那除了业者媒合会之外 我们还有请入境旅游旅行社 几个龙头的旅行社来做一些我们国外市场 境外市旅游市场的一个分析 入境旅游协会评估国内各观光景点后认为 全台最有旅游实力的地方就是南投 而南投县也是创造国际旅游友善环境最积极的城市 因此第一场座谈会就选定南投 希望藉由入境旅游协会 以专业的角度分析各国旅客旅游特性的相关数据 提供各业者增加国际旅客数的良方 我们其实两三年前开始就已经跟南投有所交流 交流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也是 当然地方产业成长地方产业改善等等 但是这两三年下来我们已经很明显发现 南投在这一部分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也做了很多的成长 所以我们入境协会也是刚好近年在8月20号才成立大会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很值得把我们协会的第一次的活动就选择在南投来办 那最主要是来办的理由呢 我们也认为南投具备这样的条件之下 我们想补偿一些我们入境协会所扮演的角色 由于入境旅游协会会员中 有许多业者专门接待来台的国际旅客 这些业者对于各国的风俗民情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能充分掌握各国来台旅客的需求是什么 若能对来自不同国度的旅客提供友善的旅游环境 尽量投其所好就能增加更多客源 让南投地区的观光业者逐渐转型 面对更多元的国际化市场 民意新闻洪信平 于池采访报道